一出停车场 想右转驾驶 竟然直接转 车体太长 过不去还试了 两次才成功 下一秒开上旗楼 还猛 他在干嘛 明明前方有行人 他不管继续开他的 甚至还撞倒一旁的 机器跟机车 目击这一幕 大家只能赶紧逃 日前桃源一名 三十六岁 郭信驾驶 才刚从复兴路 停车场出来 转个弯 把车整辆 卡进棋楼 附近民众当场 看傻 沿路擦撞 造成车体 严重凹陷变形 附近店家 全被撞得乱七八糟 最后他也没负责 直接开离现场 驾驶人表示 因身体不适 精神恍惚 而导致造势 驾驶人 新时任心绕 以违反道路交通 管理处罚条例 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 第六款则规定 令造势后 未一规定处置 违反道路交通 管理处罚条例 第六十二条 第一项则规定 这一状又兆逃 恐怕最高可罚 四千八百元 并吊扣驾照 一至三个月 只是附近都是酒店 到底是真的不舒服 还是喝得醉醺醺 看不清路 恐怕无从得知 不只罚还 后续可能要跟店家 好好讨论 如何赔偿 TBS新闻林志伟 演唱片桃园 采访报告